那請教一下加隆大哥 中國經濟事實上 今年在陸續的第二輪疫情過後的 所有外貿協業 那特別是美商日商陸續離開中國之後 內部的經濟壓力更加沉重 我們看美中關係的惡化 回到原點 就是談一下中國經濟 無力支撐這個貿易協議的這個問題 辛辛苦苦談了兩年的那個貿易協議 現在發現他本來就難以執行 現在碰到兩個新的問題 一個是武漢疫情 封城封省公共運輸停擺 不能開工等等 再加上新的一個新的問題 就是長江做大水災 這兩個問題讓情況雪上加霜 中國經濟現在發現 他旅行貿易協議的情況 遠遠低於這個預期 所以美國現在可能要催一下 它補進度 那麼其實本質上是這樣 因為中國經濟陷入嚴重衰退 失業潮破產潮 我們在這個節目上提了很多次了 那在這種情況下還多一個問題 就是地方政府的財政赤字 現在越來越嚴重 所以中央的財政壓力是很大的 但總需求在萎縮 所以結論就是進口沒有辦法 再像以前那樣成長 然後我們來看出口 因為歐美國家的疫情 比較慢半拍 還沒有走完 所以歐美國家的經濟也在萎縮 所以從中國這邊買東西 就是中國的出口需求也受到影響 復工以後沒有訂單這個現象 還一直存在 然後你看劉鶴推一個新的說法 叫做內循環 內循環是要降低對出口的依賴 經濟增長能夠盡量靠一些內需市場 但是這個基本上不現實 基本上做不到 然後我們可以來分析一下 為什麼內需這樣 第一個講投資好了 投資拉動的話 基礎建設投資不行 固定資產投資也不行 房地產投資也不行 所以他要靠內需市場的話 是有麻煩 結果現在李克強提到地攤經濟 本來是要讓三線四線城市 能夠吸收一點事業人口 結果現在又被內部出現了爭論 然後他最近去貴州 看到一些工廠 其實沒有開工 像這些內部經濟的問題 他是管經濟 他必須要講一些實情 免得到時候叫他背黑鍋 所以這裡可以看出來 他跟習近平之間的說謊 有點問題 有點矛盾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他沿途說看到很多閒置的廠房 是在甩鍋 對啊 因為經濟他管 經濟不好的話說不定照說 習近平要他背鍋 所以他必須講 包括那個什麼 有六億人 月平均收入在1000塊以下 脫貧計畫不能順利進展的話 他也不能背鍋 所以李克強在經濟 至少在經濟領域裡面 他是要甩鍋的 那所以我們現在進一步看到說貿易協議 對美國這邊來講叫做實之無謂 棄之可惜 就是現在最新的情況是說 8月中旬劉鶴要跟賴海哲 做電話會議 那問題來 第一個時間點 為什麼8月中旬 9月跟10月 就是美國大選的最後兩個月 因為7月跟8月 開完全國代表會議 完成提名程序 所以8月中的話就等於說美方這邊在準備 是不是這個貿易協議要廢除或退出 所以最後的一個努力等於是要試探一下 中方到底有沒有誠意來執行這個貿易協議 至少要追上採購的進度 那麼中方的表現是這樣 他一定說我有意願執行這個協議 美國在懷疑的是 你有沒有能力執行這個協議 這裡出現了一個意願跟能力的落差 那麼做最後的打算就變成說 分成說你中方真的執行還是不執行 如果你執行協議的話 川普有功勞 問題是如果你不執行協議的話 那川普麻煩了 他不能讓民主黨來攻擊他這一點 就是說民主黨會攻擊他說 你談了半天沒有效嘛 你的所謂談判能力根本沒有產生成果 民主黨就是在打這個主意 要來證明川普所謂的要脈絡他的談判高手這個能力 來推用貿易協議來框住這個中共 無效就是民主黨要這麼攻擊他 那川普的回應肯定就是說責任不在我嘛 這個很明顯中方沒有履行這個貿易協議的誠意跟責任嘛 所以川普在貿易協議這邊的話 一定要趕快做一個段落 要停損要止血 所以呢要把責任敲定給中方 所以呢那這個之後川普如果認定這個貿易協議無法執行的話 他不能在大選的時候變成民主黨的攻擊的口實 所以他這個八月中旬開會 就是準備可能要做處理了啦 看看是不是要把他那個早點把他甩掉 然後呢 這個大選議題裡面 民主黨的攻擊川普 川普一定會把武漢疫情的責任 追究責任給中共 然後呢 因為疫情造成的經濟衰退 失業率暴增也要甩給中共 農產品不來採購 責任當然是中共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時候民主黨會緩急他說 川普的緩供只出嘴巴 沒有實際行動 為什麼 因為國會通過的那些人權法案 從香港到新疆 川普都沒有去制裁 都沒有採取行動 這樣的結果會逼川普不得不強硬 那川普一強硬的結果呢 可能會上到某些美國選民的利益 結果呢 可能會受傷 所以這個就是民主黨在打的如意算盤 那麼這個問題是這樣 接下來的話我們會看到香港的問題 是這樣子 在制度上來講 中共的這個體制運作 第一個容不下香港的自由 第二個容不下台灣的民主 雖然香港提供金融 台灣提供中國大陸 這個地緣政治的這個利益 但是呢 這個都不夠看 對中共來講 它的體制運作容不下這兩個地方 所以呢 香港的問題當然遲早下來會扯到台灣 會移到台灣來 現在我們看出來 那個如果中國大陸內部的經濟情況 再惡化下去的話 遲早也會對台灣來加壓力 那香港的問題 這樣子 就是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 從美國英國的角度來講 他不可能把一個好好的國際金融中心交給中共來玩 不會 所以我在上一次的節目裡面也提到 美國跟英國的策略是救香港人 但不救香港 就是不救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那麼他也在香港這邊示範說 我將來如何對台灣強硬 他的這些做法的話 對台灣來講其實是有啟示的 就是說他的那個執行細則 長臂管轄深入台灣 那台灣必須用反滲透法 就像你剛才提到的 用反滲透法來阻止中共這麼做 那中共的這些執行細節很野蠻的 很粗魯的 其實在逼民進黨政府吞下去 所以台灣這邊一定要展現 那個應對的這個決心 不然的話 那我們看到美國在預防中共將來 在內外壓力之下 對台灣這邊也開始有動作 不只是對香港 所以我們這個節目上 很多軍事上的分析 就是在講美軍已經在西太平洋 做出一個高度的這個部署 甚至於準備應戰 那麼預防的風險 就是說中共對台灣有 這個軍事冒險的這個問題 那麼對台灣來講 自己也必須提高這個準備 包括在國家總預算上面 增加對國防的這個開支 那表現出台灣也有這個決心 來阻止中共在台灣造成繼承事實 那所以呢 我們必須認識到說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和平跟安全我們一樣 但是要付代價 那之所以要這樣子自我警惕的原因 是因為中共在他搶的時候 他耍流氓 在他弱的時候他耍無賴 這種流氓無賴性格的話 已經沒辦法改 這一次香港國安法完全曝露無遺 對美國的貿易協議 完全曝露無遺 所以台灣要有一個覺悟 就是只有短期不怕死 長期才不會死